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实现榴莲自由 登登 KONI DV1 M2 满满的地啊谁 这边啊 是真的当你去A.ON的啊 松鼠吃掉了 哇 它只只有一个 我以为甘运榴莲都是苦苦这样子的 我都不懂怎么我们要这样早起床 有没有哦 没有醒过 榴莲醒有没有 早起的可恨有榴莲吃 美好的星期六 路上没有车了 全部人在睡觉 我不懂为什么我不是在睡觉 口快快打一个朋友想要去他们家那个榴莲吧 然后我们现在从KL去到巴汉 要两个小时 所以我们才要6点半起床出发 你们以为要去吃榴莲 然后早起 而觉得很开心吗 你喜欢吃榴莲的 也不用这样早起床去吃榴莲的 哇 到了 这就是榴莲吧 传说中的没有见过榴莲吧 欢迎来到我的榴莲吧 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实现榴莲自由 没有啦 我不是我的巴 我的巴的话我就不用做YouTube了 今天的mission是吃饱在走 不难 没有吃饱不要回家 OK 这样早来到一定要吃到饱哦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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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讲清楚的 我现在试看不要讲话 是不是很可以耶 我讲这一台VLOCK CAMERA很赞啊 等一下你们就懂了 小榴莲 啊 好可爱 这种算是夭折嘛 就是还没有长大就有点要下来 有很Cute咧 我没有看过这样小榴的榴莲哦 我们开看有没有果肉 你开看开看 有呗 有有有 有果肉的 很Cute哦 拿去喂狗 拿去喂狗 我都不要吃了 OK 现在你用另外一个摩摩摩摩摩 登登 SONY ZV-1 M2 小小一个很Cute哦 然后它是黑色的机身 配一个白色的毛毛防风毛罩 整个就是黑白配 Cute哦 所以它的名字是很长啦 SONY ZV-1 M2 但是其实它是在ZV系列里面哦 定位是很明确的 OK 我们现在先从 金字塔顶流开始算起 SONY ZV-1 超过10千块钱 但是毕竟它是一个最Compact的这个Full Frame啦 排名第二的就是 SONY ZV-1 M2 它是好的它可以换LAN 接下来就轮到它了 排名第三 SONY ZV-1 M2 SONY ZV-1 然后最后就是新手专用 ZV-1 F 简单来讲咧 就是这个SONY ZV-1 M2 它集齐了ZV-1 F的那个 简单容易用的操作 又有ZV-1的那个边角镜头 而且它的边角更加广哦 它从20mm升级到18mm 重点是哦 它的价钱也是负担得起的那一种 OK 接下来如果你看到画面哦 都是有一个录影框框 代表说 是用ZV-1 M2来拍的啦 我们进吧 吃榴莲圈 我要开榴莲 各位 这个榴莲刚刚掉下来了 Uncle 我们拿到刚才掉下来的那个榴莲了 这个是什么榴莲 甘邦榴莲 进吧了 刚才Hillary跟我讲这个是榴莲树来的 小可德 大概5年可以长大 我以后你会 8足这样的 身为一个城市人哦 我真的是没有进过榴莲圆 这是我的第一次 撞榴莲 撞多少车多少 这个就是榴莲Buffet 不是拿盘的 是拿桶的 这个品种 很熟啊 这个是猫山王 哦 有个星星的 就是看扁扁的样子就是猫山王 原来榴莲是有花的 这个很有分量 我只会进我的飞三圈局 刚才爸主有讲 这棵树啊 多少个人可以抱得完它 这棵树 可以哦 OK啦 三个人 我这个真的很担心 我再抱多两下 上面就榴莲掉下来 我发现这个榴莲圆哦 它没有蚊子的 它只有很多苍蝇 好厉害哦 来吧就是 随地都可以捡到哦 看着 你真的当你去Aeon的啊 但是这个坏了 松鼠吃掉了 等一下 所以正面要撒好厉害哦 诶 松鼠怎样挖这样硬的壳咧 哦 好哦 好哦 满了咯 满了沃头 走咯 吃一轮先咯 它准备开榴莲了 这个是八祖有用的儿子 跟八祖没有用的儿子 等一下 Hillary期待吗榴莲 我不期待 榴莲包哦 吃到饱哦 我不吃榴莲 我期待 我期待 这个传说中每个人都在找啊是不是 跟你的倒黑情一样 这个酒味很重 酒味很重 我以为干凳榴莲都是苦苦这样子的 没有 甜甜的 诶 你懂哪里吗 那个榴莲碗 榴莲吧 嘴边乱丢啦 榴莲吧吃完是 中头戏中头戏 哇 它自己有一个 哇 很美 一定要吃吧 好吃啊 跟刚才的那个完全不一样 果然是毛沙王之后 很浓很浓的味道 很冷准在吃 它算很干净的咧 专业户 这个是下猴子的 只有声音棒了 只有声音棒了 看后一点怎么会这样 腿还在爆 哎呦 摄到我都歪 那回音去到后面后面去了 收音是不是很清楚 那如果你们是有看过我之前上Cruise的时候 有测试过Z1F的收音效果 所以应该知道 我是很震撼一些 因为我觉得它的音质是很好的 那这一台Z1M2 我觉得它的音质跟Z1F也是一样好 而且它上面同样有这个毛毛QQ的防风毛罩 所以有风吹的时候 它就不会有防温身这样子啦 然后我现在做一个对比给你们 OK 现在我要准备高给一起了 1 2 3 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 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 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 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 其实从这边呢 我要跟你们讲 就是它这次Z1M2多了一个功能 叫做智能三胶囊麦克风 Intelligence 3 capsule microphone 好料的地方在于 它可以自动找到我的声音在哪里 比如说我现在就在画面里面嘛 这个相机就会变成一个正面的单向收音 所以我讲话会很清楚的 然后现在我要拍我前面的东西 我人离开了画面 其实我就算拍这东西 我的声音还是很清楚 因为它变成了背面单向收音 声音是没有变的 一样那么好 那如果今天我是没有讲话的 然后我拍这风景的话 它就会变成收全方位的环境影了 这个真的是很适合拍Vlog的人 你就不用怕你讲话太小声 或者是旁边的人讲话 守不到这样子 它都收到 啊 收到了咯 还有一点我要讲的就是 Z1M2它延续了Z1的Hot Shoe Hot Shoe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上面这边 这个Code的位置 就是哦 你这个位置它是有功能的 你可以Gap Mic 你可以Gap 灯 然后相机是会供电给它的 那我之前用着的那个白色Z1F 它就是Code Shoe Code Shoe就是这个slot 它是没有功能的 它是没有这个铁的 你还是可以Gap 灯 但是你Gap 你就只是Gap 这边 它不会有电的 接下来我们就去参观 朋友讲它附近有一个很漂亮的竹林 很像日本这样子的 OK 我们去那边 再试新的功能 给你们看 它有去吃饭的嘛 午餐了哦 蛤 你不吃了榴莲吗 榴莲吃饱了也要吃饭的啊 你刚才想没有吃饱不要回家的哦 你留在这边 刚才我们讲去竹林 竹林只是一小部分 这边根本是一个果园 然后你看我头顶下的这个就是一个芒果树 身为一个城市人 叮 看到这样子真的很开心 很可爱耶 然后这边还有木瓜树 还有百香果树 然后有水翁 然后我带你们去看 水翁很可爱耶这个 那个是蒂雅西 满满的蒂雅西 这边啊 三十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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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就是竹林 但是因为那个地上没有产 所以我们走不进去 那其实很漂亮的 我们回来的发烧 我们回来的发烧 你看我发现什么 发现什么 百香果耶 哇 这边方圆百里都是百香果 很壮观 很甜 非常甜 有啊 你做到吃百香果的精髓啊 很甜 甜笋 什么是甜笋 就是甜的 不像螺丝粉臭的 哦螺丝粉那种笋 你看一个城市人 多么的骨肉寡闻 甜笋我还指足 哈哈哈哈 好像是钢筷 不是钢筷 或者是钢筷 你可以吗 是的 为什么 看好了 而且 VSk 因为他不这样的任务 OK我们今天的榴莲园这边 就到这边了 感谢我们的八种朋友 在我们参观他们家的园 再娱乐N好 叹咒 谢谢大家的园 我们等下找一个地方好好给你们总结一下这台GV-1M2 一不小心又过了几天 各位 几天世界已经过去了 因为那天我们就忘记做了总结 是我今天才来做 你们就原谅一下我了 Anyway 那天我们就把这个Sony GV-1M2带了去榴莲巴之后 我就很好地去test out它的拍摄威力了 我要正式宣布 以后我的Vlog都可以用它拍了 因为我没有想到它小小一架 竟然是可以拍到18mm的超广角 以前我平常拍超广角的时候 要么我就是要叫阿肯都八角鱼给我 我就这样子拿着很辛苦 不然就是要叫阿肯夹夹夹拿着 当着我自己在拍广角 但是后面我发现它本身可以拍18mm 就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 而且一般普通相机如果要拍到18mm这样广 是要另外买wide lens的 它一来就可以拍到这样广 真的是很适合Vlogger 证明说Sony GV-1M2 它在Vlog这个路线走到更加极致了 反正我是很喜欢啦 因为我觉得广角拍出来的脸会比较小一点 这样一些比较很好用的功能还是全部有 比如说S&Q 我可以sitch Cinematic Vlog 更广角 更好的收音 还有各种filter 还有它的接口是Type-C的 重点 价钱3999块就买到了 然后我还要解答一下 就是很多人问 有了它之后 这样那个Sony GV-1 是不是可以丢掉了 不要丢 都可以丢给我 或者是像我这样子真金白银 买的Sony GV-1F 是不是就不能用了 其实还好 真的 我觉得三台相机都有自己各自的功能 看你要focus什么点 你就选哪一台 如果你想一开机就拍 不用烦几时zoom 几时close up 比如说刚刚还有做YouTube 拍下日常Vlog 没有什么特别要求的 Z1F就適合了咯 200mm广角也是OK的 最重要价格便宜 所以刚开始不要负担这样大啦 如果你想一台能Vlog 能zoom 尤其旅行的时候 有一些景点没有办法靠近的 这样zoom能力是不是重要 这样你就选24-70mm的ZV-1 至于我这台Z1 M2 18mm到50mm这个焦段 我个人认为Sony是想过了的 同样是拍Vlog 但是它比Z1F更加外 所以拍到更多 需要zoom的时候 有一个50mm的zoom能力 是没有Z1的70mm 这样多啦 根据我们的暗黑系摄影师Cam讲的 50mm哦 这个摄影界也是有一个名堂的 人像黄金焦段 除了拿来拍Vlog 你要拍美美的人像照也是ok的 so 这三台相机就是一个 这么相爱相傻的关系啦 最后喜欢看完这个影片呢 你可以搞清楚 还有找到最适合你的Vlog camera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